座谈会中 东浦部落会议主席指出 政府开放山林后 除了既有的专业登山客外 一般民众也可以轻易入山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 人为的污染 以及各式各样的山难 与率俱增 除了生态环境遭受威胁 山难事件频传 也有族人指出 原本既往人潮能为部落 带来经济效益 却几乎被旅游业者垄断 因此山林开放政策实施后 许多部落未蒙其力 却受其害 甚至也不时传出 部落族人与游客 或外来业者发生冲突 为了解决乱象 立委吴立华造极相关单位 希望也拟出对部落有力对策 并办理山林开放政策 促进部落登山产业 及经济发展说明会 所站来到新一乡公普村 我希望部落 可以成为一个登山前进基地 国家公园署 他们有先选定 五个登山入口的部落 林保署那边呢 也选出了六个登山入口的部落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希望呢 先去做地方说明会 意见的收整 除了广纳族人禁言 国家公园署及预管处 也拟出政策草案与部落对接 除了将登山基地概念导入部落 也建议部落成立合作社等方式 保障部落利益优先 成立合作社就是为了保障 族人的权利 我的这些生态里 是不是使用当地来做 这些都可以纳到这个 合作社的利用段从里面 然后我们希望说他将来 也许是有机会是变成是一条龙的方式 从游客从这个大众运输能够索集的地方接引进来 然后在登山之前能够在做部落有一个停留 不管是住宿或者是原民文化的体验 然后这些的一个效益 当然是部落所拥有 透过部落与政府单位的对话 取得最大共识来拟定政策 也希望导正山林开放乱象 让部落取得应有的保障与权益 原是新闻No 南投信义 参谎报导